就是緊身酷皮衣的帥哥團 他們都覺得自己不是帥哥嗎 他們沒有那麼帥 他們是在你挖起來的 那我來介紹 謝謝 謝謝 我覺得他們非常酷 就是我們以前在他們的年紀的時候 玩音樂的時候沒有想到這些事情 我們只有從因為雜誌上或者是看那個 那個時候MTV台播比較多西洋的音樂 然後還認識一個朋友可以點歌 就可以點MTV台裡面的歌 然後就在想說 稍微學一下好了怎麼穿 慢慢就有點進步的時候 就才會有人可以討論 可是這個團還有現在的小朋友 是一出來就是那個樣子 那穿衣服只是一個 一個符號而已 那代表應該是你也知道人家是怎麼play的 可是他play的是自己的東西 就現在整個世代都play自己的東西了 我的意思是 我們的世代play的時候 很多是不是來自我們的 來自知識的模仿 我是第一個玩團的 登步的世代 就是超多人玩團的世代 就1976年 65年才在五月天阿信 他跟我同屆 想一個Freddy 頭拉庫的國型 不好意思 我趕快跳過了Freddy 然後這一批人就是 開始玩團 然後就互相認識 為什麼 因為解言的時候我們 我又要講給弟弟講 我也講過很多次 就解除戒言的時候我才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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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